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座与世隔绝的山谷 山谷中困着一个美丽的少女 少女无法看到外面的世界 日日夜夜 月月年年 寂寞又无聊 有一天 少女捡到了一条受伤的鱼 她很惊奇 以为那是她所见过的最好看的鱼 少女毫不犹豫地把她救回了家 但有一件事让她感到很困扰 鱼在 锅在 可到底是清蒸 油炸 还是红沙好呢 最后少女决定 在想好怎么吃之前 先把鱼养飞 原来 小鱼是受了诅咒的娇人王子 少女无意间帮她解开了诅咒 娇人感恩 决定永远留在少女身边陪伴她 少女很喜欢娇人身上香甜的味道 一开始她想 一定是因为这条鱼的肉很甜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 娇人的陪伴 竟治愈了少女内心的孤独 少女最终爱上了娇人 她这才发现 原来甜的不是她的肉 而是她的心 那颗纯真美好 又爱着她的心 少女第一次有了难以抑制的冲动 她想和娇人一起 离开山谷 这痛快的滋味 是自由啊 与少女分辨好 交人日日夜夜 月月年年 独自过着凡人的田径生活 春观夜莺 夏王繁星 秋赏满月 冬灰出雪 交人一如少女所祈愿的那般 过着平凡的日子 可那日子里 唯独少了她 在等待少女归来的日子里 她开始学习烹调 埋头钻研清蒸 油炸和红烧 若能得少女欢喜 她甚至甘愿当她嘴里的一块肉 稳稳地落在她的肚子里 再也不用分离 年复一年的等待中 交人没有一刻怀疑少女 会背弃二人的约定 她的胶珠守护着少女 除她化解体内的魔气 她就这么静静地等着 等着某一天 火山开启 少女重归 风刺海上来 恰似 故人贵 故人贵 又有 故人贵 你的教授在地底 跟了我三百年 我那边内提制都发生了点不意思 就是一来是这样 好 下下下 然后再下的过程 我们大家牵着手 开始 好 谢谢大家 撒尽快乐 谢谢 来 来 来 谢谢 谢谢 来 来 撒尽 撒尽 辛苦了 谢谢 好荣幸 本局第一个撒尽也认为 我觉得接着一个邀请特好 必报 必报 必成报法 来 恭喜崔老庆 撒尽 恭喜 来 撒尽 好 恭喜撒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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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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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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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恭喜 恭喜你 恭喜三月 公民国典商 非老师发球了 恭喜 出人了 恭喜 非老师发球了 恭喜 恭喜 消除了 非老师发球了 恭喜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爱的地方 每天在一块儿特别开心 每天特别愿意出谷 非常开心能跟大家一起 共同生活了将近一块四五日的时间 将近一百二十天的陪伴 也学习到很多 第一次钓维亚 第一次学法术 然后第一次就是古装戏 所以真的很荣幸 特别感谢我们的朱日宾导演 他对每一个演员 都非常地认真和负责地去讲戏 每一次在合作中都能感受到 他的专业精神 就特别开心 我觉得在这个组 自己也第一次尝试这种 倒属组装的 然后又是玄幻的 挺美的 我觉得制作啊 整个要求都特别高 整个拍摄的过程 确实很开心 但是真的很舍不得 我杀青了 你看你害死我 我真的杀青了 这支戏是我唯一一个 非常遗憾的戏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专业 特别的照顾我 祝你破坠 感谢大家 我上青了 希望下次还能见到 inconvenience 拍得太开心了 挺舍不得的 大家回去会默默地哭一顿吧 我很喜欢这个角色 故族 他说他这辈子没有办法 奢望去爱一个人 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心中的美人 爱情大积 爱情大积 我们这是要做出一个有同化感的神发建议 所以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才能达成这个目标 我祝玉交剧 鱼筋朱香石 恰式富人国 拍机拍摄顺利 收视长虎 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 双方 三 别抱歉 大秦 亲爱的 生平安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要借自己的信念 谁给你的打扫 杀了我你也解脱了我是吗 你杀了我 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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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师 李宗盛 谢谢 我觉得这次创作里面最有特点的地方 就是这次拍摄真的是开心快乐和顺利 其实预焦机的语今初相识的这个剧组 是非常庞大的 然后在整个拍摄过程中 各部门都相互配合的非常的好 在这里要给大家点一个大大的赞 我们就杀青了 时间过得真的特别快 就我们每个人杀青都说时间过得好快 跟大家的相处也都非常的轻松 所以就会觉得就不知不觉就到今天了 其实是有不舍但是更多的是开心 因为大家又一起齐心协力 又开开心心地完成了一部作品 杀青大敬 杀青快乐 杀青快乐 杀青大敬 杀青快乐 杀青大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